第一个就是乍翻了 在秋节的时候告诉大家 不要蓝白河 谁要跟你蓝白河 我们讲了那么久的蓝白河 有没有 没有要蓝白河 搞了半天 民众党是要蓝白河 怎样 和睦相处嘛 大家和睦相处 就这样子对不对 没有说民调输的人当富的 所以到此刻为止 国民党还在讨论谁政谁富 有没有 大家在讨论谁啊 政啊富 政府真的是个很难的议题 是没有错了 但这个还真的是 大家没有想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 柯文哲有9位27号 不是在内部会议标骂吗 说去死吧 前情提要 就是这个蓝军啊 包括赵绍康啊 等人很多人在讲嘛 就是在什么什么情况之下 所以呀 对不对 侯友谊不可能当政的啦 用1%的民调决定政负啊 好像也不科学啊 谈了很多很多 当然这一连串 无非在这个要促成蓝白和 无非在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服柯文哲 你当富的吧 就是有这个意味嘛 那当然这个呢 听在这个民众党的耳里 很不是滋味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到在很多份民调当中 柯文哲就是第二名啊 当然到此刻为止啦 整个9月份的民调 我们看到不管是哪一份民调 看到一个趋势总和 那就是说呢 蓝加白绝对会拉下赖清德 这个趋势看起来是明显的 但重点就是蓝得加白 否则如果是单独蓝 单独白的话 怎么样都是输哦 所以大家知道得到的一个结论嘛 就是蓝白一定要合作 我不管是哪种合 一定要合作 一定只能有一组 只能有一组哦 那那一组就要怎么分呢 好去死吧 对不对啊 去死吧 然后呢 那9月28号出席了一个 申兰军系的活动哦 柯文哲讲了一些好话哦 你们放心好了 最近最后一定会合的 哇一讲这个不得了 现场大家鼓掌叫 然后你看到今天很多很多媒体报道 都说吃了一颗定心丸 定心丸 柯文哲告诉大家 最后一定会合的哦 所以政府他当然没有讲嘛 但会合 会合就会赢啊 对不对 所以到这里哦 所以新闻跳出来的 都是大家吃了定心丸 这个申兰啊 蓝军啊 都感觉到很安心了哦 好像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谈细节了 是不是 然后呢 大转弯 这个金普通也讲话了 他说这个 Time is everything 现阶段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水到渠成啊 政治前一寸的事情都是模糊的 他也证实为了蓝白河要下令哦 不打柯文哲 善意释出 然后就风云变色 所以委员你觉得呢 所以接下来就是比民调 输的退选哦 退选哦 你觉得呢 这是一个反弹 反弹 也是一个交代 对 什么叫反弹哦 金普通说我没有下令打柯 可是 有没有下令压哥啊 压柯啊 打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 现在国民党里面包括 资深立委啊 包括这个友台啊 很重要的蓝营的大咖 不断的举出几个例子 第一个 蓝白一定要和 和一定要当政党 对 对对对 所以 第二个说法是说 我国民党家大业大 我多少县市所长啊 多少立法委员 多少等等议员等等啊 那你民众党是什么 所以你只能当副的 对 然后没有要用民调对 民调不考虑 是啊 前面第一个也不考虑民调 第三个更绝的 蓝营的 也是金普通好朋友讲的啊 四年 我们选不上总统没关系 四年以后 我们国民党还是条好案 你民众党不一定在 这种话都出来了 都这几天而已啊 那请问你 柯文哲会不会反弹 他内部会不会反弹 当然 对所以第一个 他今天讲出这番话 基本上是一种反弹 第二种就像 爱良哥讲 爱良哥交代 我民众党 我柯文哲不能不敢讲 我不合啊 对不对 然后 柯文哲都敢讲 蓝白合合作的合 然后黄珊珊 反正他就是个 很爱呼嚨的人 他就把合作的合 改成和平的合 那是黄珊珊讲的 是吗 柯文哲还公开场合 因为是口语表述吗 他是会合作 所以底下人就拍手 那写成和平的合 是黄珊珊写的 黄珊珊讲的 不过在民众党里面 黄珊珊是一向反对 跟国民党合作 对对对 这很清楚了 因为 他们 他的立场大概就是说 反正我几席立委嘛 一定拿得到 是几席立委 那 我如果跟民众 民进党合作 我说不定黄珊珊 可以当立法院的副院长 或院长啊 因为清民党 他是清民党的啊 清民党在当监察院副院长啊 现在啊 那他要个立法院副院长 也不错啊 那至于 黄珊珊有没有当选总统 黄珊珊可不考虑嘛 我认为黄珊珊 是想把黄珊珊给榨干了 可是黄珊珊这辈子 最接近总统副总统 位置就现在 过了这一班车 没有下一班车的 那黄珊珊如果利用民众党 当了立法院的副院长 他就升到了一个 一个人生的职业的高峰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 民众党内部也都各有小算盘了 国民党没有小算盘吗 金普中没有小算盘吗 有啦 金普中不要讲那么好听的话 说我要把帅齐稳住 我如果不好好欺负这些小鸡的话 这个我们就祈祷了 国民党别玩了 美国回来民调有起来吗 没有啊 对啊 这表示操本操本老半天没有用嘛 那柯文怎么掉下来油啊 是什么原理高峰案事件嘛 还不是他自己努力不够的问题啊 还是他旁边出了问题啊 我高峰事件 我认为过了一段时间 就会 跟他慢慢脱节了 所以就影响就会减低了啦 那我是这样讲的 如果大格局民众要求下降这个赖清德 那蓝白要合谁要证 先不看谁要赴 想要谁要证 那谁要证的 你要给蓝白的群众有个交代 这个交代大家能够接受的 不是说你国民党有加大悦大 而是民调决定 找忠实爱普罗来嘛 第三方追公正啊 对不对 做出来 国民党该大悦一点 我的主张 我国民党喔 侯友宜输你0.5 你当正的 那如果你柯文哲输我0.5 你当副的 大悦一点吧 可是现在这个民众党 已经没有政府的问题 输的就直接退选 不是嘛 国民党开这个行情嘛 他开五毛就退选嘛 对对 他现在给五毛给他 他就反弹嘛 情绪性的反弹嘛 他就交代嘛 对不对 他意思就是说 我输的话我退选 对不对 你输的话你退选 赢者全拿 不是赢者全拿不全拿 他后面讲说 我们联合政府 不管他这个东西啦 重要就是一个反弹 跟一个交代嘛 那这个你看 柯文哲不用自己嘴巴讲 他叫发言人讲 所以要保持一个空间 对 然后叫他的总干事讲 对不对 其实民众党里面 总干事没有什么行情 不像国民党的总干事 很有行情 所以你觉得 这还是一个反弹拉锯 还是说像亮哥讲 这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条件 当然不是 绝对不可能最后条件 就是国民党这两天 开了很多条件嘛 我一定要正的 我家大也大 不比民调 国民党自己 应该是国民党很重要人士 算是核心啊 应该算金普通的好朋友 金油油门 对不对 已经讲了 而且金普通还 还公开呛说朱立伦来当竞选总部 主任委员 我跟他平起啊 他什么事要跟我沟通的啊 我就讲这么白了嘛 就是说 金油自己要有自己的立场 不一定是国民党的立场 这就讲得很清楚了嘛 所以现在朱立伦找那个 林宽玉 他只能讲这些某某虎虎的 哎呀大多数的冤枉啊 我们纳入考虑啊 不然他能讲什么 没关系啊 这让子弹费一段时间嘛 他费一段时间 不急啊 那就是 当然金普通是希望 把侯友宜的民调拉很高 能够赢过柯文哲他的期待嘛 但是就是说日本回来如此 美国回来如此 因为大家都觉得 美国回来应该有个高峰 丢了那么多的 丢了那么多的 好的政策方案 还拉不起来 那就要检讨 问题可能就是在金普通 我讲客气一点啦 再来我要讲 这是国民党的警讯 你知道吗 柯文哲出席中华战略学会演讲 他在现场回答说 最后一定会合 什么中华战略学会 超声蓝的团体 蔣伟国所设立的 都是上将中将 在玩的一个团体 什么没有邀请侯友去演讲 奇怪啦 第一个警讯 第二个警讯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他在演讲之前的活动是什么 是王文献追思会 王文献追思会 邀请柯文哲去 没有邀请国民党 和友谊去 这个最 王文献是谁 国民党前几任的 王文献党部主任委员 然后在场的很多 国民党的上将级的人物在现场 都跟柯文哲 你农我农 这什么意思 如果照金普松的标准 要不要开除党籍 一个立法委员参加民众之声 就要开除党籍啊 撤掉提名啊 他这样警告的 罗志强跟警告徐晓星啊 有需要到这个地步吧 那你说这些老将军们 王文献党部的老将军们 那我们立将军是比较年轻一辈 是比较年轻一辈 在老将军里面 他是真的他是年轻 他是幼稚 他真的是非常年轻的 那老将军们动不动 就是80岁了 所以你不能不说 这是一个国民党要警讯的地方 那不管他啦 现在就是说两方面都想合 但是现在还合不来 那在等时间吧 在等时间吧 就是子弹要飞一下就是了 那你既然讲到这个将军 讲到黄复兴党部 立将军有什么最新消息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请这个郝友宜呢 我觉得科班发言 讲这句话叫输的退选 但你有没有想过赢的会败选 对如果说今天两百不合 民众的期待就是 你们一定要合嘛 那如果说是只退出一组 另外一组就是退选 就不选的话 会不会连带的就是说 很多这些原来支持国民党的 或者是支持这个民众党的 这些选民他就不去投票了 他就心灰意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不对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输的是退选 没错 可是你赢的有把握当选吗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 我们还是希望蓝白河 蓝白河就像我们军事上面 讲的战略一样 战略上面一定是蓝白河嘛 那战略下面要有 你要指导战畜嘛 战略要支持战略嘛 战略是什么 就是刚刚蔡委员所讲的 你要怎么样去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对不对 双方来讲可能现在 其实也不必去用一些政治上的名词 说分账啊 不必用这种污秘的名词 来讨论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双方可以就这方面 就开始讨论战略上面嘛 那战略是谁 战略是人选嘛 就是什么样的人 可以适合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对不对这个是战略 那战略支持战略 对不对你战略才能够合在一起 如果说战略大家讲好合了 战略弄不拢的话 你还是弄不了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现在全民共同意愿 其实不太在乎谁赠谁负啦 其实我跟你讲 民众心理相 最重要的是 非绿省就是要下一家民营党 对啊不太在乎谁赠谁负 那假设我们看到输的退选 假设只剩下蓝 只剩下白 因为是退选嘛 对不对 那就剩蓝就剩白 你觉得这样会赢赖清德吗 那才是一组啊 再也一组啊 我觉得不会 因为平良音讲 我今天说实在话 对不对 今天蓝的跟白的两边 会形成交叉马花 各有各的始终派啦 对不对 这个克文哲我们不否认 他一定有他的始终派 蓝的有蓝的始终派 到时候 就像赵超康前两天所讲的 到时候就是大家心灰意冷嘛 就是失去投票的议员 但是你要注意到 就是如果总统他不去投票的话 他没有议员去投票来讲的话 这些立法委员的票 他也不会投的 那我还是问一下将军 那你觉得呢 刚刚这个委员讲的 深蓝军系的活动 要跟克文哲 我的想法跟蔡委员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来这些老将军 其实他们这些人我都认识 我明后天还要跟他们一起吃饭 打听一下 这几个上将 最起码就陆海空这几个上将 大概后天礼拜天 中午我们还要约在一起 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其实这些老将们 他们心态上面是希望蓝白河 希望是蓝白河 其实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 就说你们谁振谁负我们不在乎 但是我们怕的是你 柯文哲不愿意去跟这个国民党那边配合 那之所以谁振谁负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相信这些原来当初国民党 出来的这些高级将领 高级将领老将军们 他们心态上面一定还是心向国民党 这东西跑不了的 因为这黄埔从建议开始 我们是他们交出来的 那些都我的长官了 所以他们虽然心向国民党 但是在拉下赖清德的前提之下 假设柯正侯夫他们也是可以的 可以 但是就是蓝白要和 对 是这个和 是这个和 之所以谁振谁负 我觉得现在大家共同的希望 是保卫驻中华民国这块招牌 这些老将要保护驻中华民国这块招牌 在这种前提之下 你们谁振谁负 其实跟我们来讲的话 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现在假如战略上面决定以后 怎么去和 那你们自己双方内部细节去讨论 其实军人来讲 对政治不是很懂很了解 我们唯一一个政治信仰就是 就是一定要保护中华民国 所以他们邀请柯文哲的意思是 是在帮忙促成这件事情 对对对他们在帮忙促成这件事情 不是说不喜欢侯友宜 所以我只要柯文哲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这些像王温先生我都认识 但是王温先生以前是我长官 所以我很了解他们的想法 他确实是在我们 王温先生党部里面是非常有凝聚意的 对那你看柯文哲他也知道吗 这种场合他知道大家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他讲这个话里面 哇 大家这个鼓掌啊 但我还是想 你看上一次第一次这个韩国瑜出现 对不对 也在王温先生的那种场合里面 有王温先生党部的主委 出和他们在一起 大家在一起吃饭或干什么 其实我相信我们王温先生党部 大家都是热心来帮忙 是希望说劝和柯文哲 劝和蓝白和 而不是说偏向柯文哲这边 我想不是这个意思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tamp design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计划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次间的血型 与点栏目